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线 如何依靠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 把全市贫困人口的脱贫梦想变成现实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什么是持久不断的推动力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为您带来 小蘑菇称其致富撒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香菇是这两年我国栽培面积 比较大的一种食用菌 以其独特的香气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受到消费者的喜欢 那今天我们的设置组 就来到了河北省的平泉市 这里依靠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 把全市贫困人口的脱贫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大早河北省平泉市黄土梁子镇的香菇种植大户聂生 就和工人们在大棚里忙着采摘 他们要在九点之前把整座大棚里 达到采摘标准的香菇全都摘下来 眼前一个长46米宽11米的大棚里 有四个栽培价 总共种植着一万两千多磅香菇 每年光这一个大棚 聂志生就能收获将近两万斤的香菇 我这是第四茶蘑菇了 感到出第五茶的时候出完料 估计今年能卖到十块钱一半 香菇是我国特产之一 在民间素有山珍之称 它是一种木斧菌 以其独特的香气而得名 因为市场需求量大 经济效益好 是这两年我国栽培面积比较大的 食用菌种类 我总计是三十一个棚 是种了三十二万 其中我儿子管五万 我弟弟管五万 我管二十二万 一年反正我这个香菇能卖到 二百多万块钱吧这些个 纯粒人能到六七十万块钱 从2013年 聂志生开始种植香菇 到现在已经有五年时间 作为河北省有名的山区县 长期以来 耕地资源稀缺 一直制约着平权的经济发展 也使这里成为 燕山太行山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持县 可就是这样一个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却依靠主的食用菌农业产业 把全市贫困人口的脱贫梦想 变成了现实 平权的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方 年平均七分年七点三度 海拔就五百米 这个地方就森林没有茂密 非常适合从事食用菌的生产 特别是符合修纸香菇 所需要的精度纬度和海拔高度 所以我们选到了食用菌的产业 截止到2017年末 全市食用菌发展总量达到六亿袋 整个产量达到五十八万吨 产值达到五十六个亿 平泉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 隶属于河北省成德市 东与辽宁省的陵园市接壤 北与内蒙古自治区赤丰市相连 这里夏季气候冷凉 昼夜温差大 与此同时 平泉市山区面积广阔 林木资源丰富 尤其是香菇生长喜欢的 坐牧 怀牧等优质应牧资源丰富 这位平泉市发展香菇产业 提供了气候和资源上的便利 我们发展三十多年来 每年世卫市政府出台政策 对食用菌产业进行支持 在十二五期间 整个县本级财政拿出 1.6亿支持食用菌产业 同时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1% 作为科研经费 支持全县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 全县食用菌产业的快速提升 俗话说 要想富 找对路 平泉市充分发挥 气候与资源优势 并通过政府的重视和扶持 发展食用菌产业 我国很多地区 也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平泉市 就能把食用菌产业 发展成为当地精准扶贫的 特色产业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什么是持久不断的 推动力呢 第四产了 我这卖8块多 8块多 我玩了卖9块多了 一半 今天 聂志生的大棚里 来了一群参观交流的客人 他们来自距离平泉市 将近1000公里的 山西省吕梁市林县 同样都是以发展香菇为产业的县 林县的香菇种植户来到平泉市 看了这里的食用菌生产 有什么感受呢 感受非常深 一个是平准的选择上 我们那儿平准的比较混乱 所以新年 今年效益不是很理想 中国这次看了 当地公众交流了 我们也确定了 在这儿表现比较好的 在这场参观交流中 除了聂志生 还有一个人 也在给大家介绍 并解答问题 他叫梁希才 现任河北省成德市 食用菌研究会理事长 是平泉当地 食用菌行内的土专家 作为最早把食用菌 引进到平泉市种植的人 他对这里的食用菌产业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 当初 他是怎么想到 要把食用菌 引进到平泉市种植呢 它那就有区别 那就属于C3的 是吧 这个就属于这个早上二号 1983年 在土肥站做化验员的梁希才 被县农业局 派到河北省保定市 参加一个食用菌培训班 就是因为这次培训 让梁希才开始考虑 在平泉市发展食用菌产业 然而一开始 平泉市的食用菌发展之路 并不顺利 当时在河北省学习回来 当时主要是搞平骨 技骨 还有黑马 我们从83年开始 一直搞到89年 但是当时那搞起来之后 不顺利 由于这个平骨和技骨 就是棉子皮产地栽培 棉子皮特别便宜 特别便宜 三分钱 几分钱一斤 他们一斤 棉子皮栽培出来的平骨 能出一斤 好的能出一斤二三两 等我们平权属于关外地区 关外地区 我们只能用锯末 用麦符 再粉碎的玉米芯 高粱帽 对到这个袋里头 我们一斤要仅出个六七两 所以一直到89年 再加上当时的市场原因 平权松菌 就没法再往先搞了 也就是从1983到1989 这六年间 发展实用菌生产的不顺利 甚至可以说暂时的失败 让梁熙才意识到 发展任何一个产业 必须找到本地区的优势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当时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我们考虑 平权有啥优势呢 往平权的优势 第一个气温低 第二个菌末多 当时就从这两个优势角度出发 考虑我们就想 气温低要搞低温性品种 菌末多 咱们搞木夫菌菌 当时能够人工栽培的品种 大约有20余个 所以在这里头选择过程中 选择了这个品种 华东菌 就这样 1990年 梁熙才从辽宁省 引进适合平权生产的 华子菇菌种及栽培技术 准备带动老百姓种植 但是之前六年 种植户 种植食用菌的失败经历 让梁熙才在平权市 推广华子菇 种植技术的过程 很艰难 当时像动员能民 不能再生产 都是很费劲的 那会儿人们经济又困难 不用说就做过大量工作吧 其中啊 你像这个 自己家先带头啊 对吧 虽然我上班 但是我家里带头重 再就是你和这些朋友啊 同行啊 过去中国股票 写信动员 其中最关键的时候 明确跟他说 你们生产 挣钱 是你们的 赔钱 是我的 我们家没别的 我这房子压上 利用各种办法和努力 终于有24户菇农 愿意跟着梁熙才 种植华子菇 没想到 这一种 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毛收入朝千元的是 21户 纯收入朝千元的19户 华子菇 从我们在90年 发展起来之后 产量年间繁倍增长 一直到94年时候 但是又出现什么问题 华子菇产量过剩 所以每三年中 一年市场好 一年市场平 一年市场亏 所以当时我们感觉 以平权线一个品种 不能引导着 平权线这个产业发展 所以你必须找一些个 新的品种 增加老百姓的生产选择性 也增加 不能 营变市场这个能力 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 1995年 梁锡才到浙江省 福建省考察 并引进香菇生产项目 2004年到吉林省 考察引进 黑木耳生产项目 2015年到四川省 考察并引进 羊肚菌生产项目 这个正常 这俩就不正常了 这个土也有点黏 正常的种 这羊肚菌呢 是啥土好 就啥硬土 一万大田再配 就是用脚 一踩 不粘鸟 这土是最好的 就这样 瓶泉市在 食用菌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引进 外地优良品种 同时发展 自身特色新品种 形成了 以香菇为主 华子菇 黑木耳 瓶菇 等多品种 相互补充的 发展格局 在梁锡才的 菌种生产车间 有这样一个 独立的房间 这个是咱们的菌种 保存室 在咱们单位里面 这是一部分 一个华东的品种 三个冰箱 三个容器 要如果不是 分开的来保存 它们中间会存在着 互相大礁 你看我这个戳 这是七层 这是二十一个 我最多的时候 整个这些柜子 基本都是满 这间不足 十平方米的 菌种保存室里 存放着超过 两百个 食用菌品种 但这只是梁锡才 从事食用菌 研究三十多年来 收集保存的 一小部分 在梁锡才看来 这些是它 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平权式 食用菌产业 不断发展的 有力保障 食用菌种啊 就是在整个 生产这种过程中 它占的位置 十分重要 食用菌没有第一 所以你只有在努力 你才能够什么呢 在这个食用菌 这个行业里头 尽量的能够靠前 清泉县食用菌呢 三十年来 之所以搞得比较好 都和这种努力 这种细心 或者这种责任 有很大的关系 河北省平权式的 食用菌产业 如何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做大做强 小蘑菇如何撑起 致富散 蘑菇棚又怎么变成 老百姓家门口的 小银行 农广天地 邀请您继续收看 小蘑菇 撑起致富散 在食用菌产业的 发展过程中 平权式把科技 作为第一生产力 积极与中国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合作 提高科技 对食用菌发展的贡献率 但如何把科学研究 和实际生产相结合 真正做到 把食用菌生产技术 推广到生产一线 为种植户 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答疑解惑呢 现金段管理 已经进入九月份 进入九月份之后 稳度呢 就是蓄土下降 这个时间的稳度 比较适合于中低温品种 生长 恰恰咱们现在主要相互品种 都是中高门 像这样的生产技术培训班 每隔半个月左右 凉细材都会组织一次 来听课的都是从事 食用菌生产的种植户 讲解的也都是大家 在实际生产中 普遍遇到的问题 培训对我来讲挺有意义的 没有这培训我不敢搞生产 之前注完水之后最容易烂磅 通过这几次培训之后 把这个注水烂磅问题已经解决了 从培训中受益的徐海峰 是平泉市的一个普通香菇种植户 家里有两个大棚种植香菇 但是它又和其他种植户不太一样 别人种大棚香菇 需要棚式建设 菌棒等投入 它的大棚和生产中的水电费用 都是免费的 菌棒可以先奢欠 而且种出的蘑菇 也不用担心市场销路 专门有人负责收购 徐海峰种植香菇 怎么会和其他人不一样 它的香菇大棚又是谁 储自建设的呢 要想了解这一切 还要从徐海峰的家庭说起 那会儿还病还不是特别严重呢 干不了重活还是 后来从第二年开始就不行了 干不了 徐海峰说的人是他的父亲 三年前卧病在床 整个家庭也因为给他治病 欠下债务 从而陷入贫困 称为建荡利卡贫困户 前两年在外面打工嘛 离家太远 也照顾不到吧 后来 这个家里不是说 有这个扶贫那个嘛 然后给定了那个贫困户 然后我就回家来 正好在家里头 连干点啥 干点事 然后连照顾家里头 因为要照顾生病的父亲 徐海峰无法在外出打工 他家所在的卧龙镇 是平泉市发展食用菌产业的核心镇 十里八村的乡亲 不少靠种植食用菌治了妇 可徐海峰看着眼热 却不敢行动 因为家里既没本钱 又担心技术和销路 就在这时候 一种新的扶贫方式 帮他找到出路 一分钱不用花 直接人工直接来干活的就行 就是直接上了价以后 就出菇 再抹物就行了 等我卖了抹物以后 把那个菌帮钱 直接还给公司就行了 这一个棚 大概两万多块钱吧 俩棚四万多块钱 徐海峰能从种植香菇中 获得收益脱离贫困 得益于平权当地实行的一种 叫做三菱模式的 农业产业扶贫政策 它是怎样一种扶贫政策 其中的三菱 具体是指什么呢 三菱模式是建筑 近年来 这是新的一轮脱贫攻坚工作 在实用性产业发展的基础上 我们总结了三菱扶贫模式 资金零投入 行营零风险 就业零距离 而零投入 零风险 零距离的顺利实现 首先需要政府做担保 企业用建当利卡贫困户的指标 向金融机构贷款 带下来的资金在贫困村附近 建设实用郡园区 贫困户任领棚市从事生产 其中水电费和大棚的租金 由企业负责 种出的蘑菇也由企业负责统一收购 最后扣除郡邦费用 贫困户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没有任何投入和风险 只需搞好管理 就能实现脱贫致富 和徐海峰一样 吴永惠也是三菱模式的受益者 这个棚就是我的 是一个棚 是园区免费提供我们使用的 带的一袋是两块八毛钱 一袋从公司买来的 这个钱的钱欠了公司的 等卖了蘑菇以后 把它再还给公司 现在这个棚里边是有一万袋 这一年下来 抛出本钱 我这一年纯挣三万多块钱 而同村的严书站 虽说也是三菱模式的受益者 但他和吴永惠和徐海峰不同 他并没有任领棚市 而是以务工的方式 在企业打工 我家里的公司进 我替公司管理十个出谷棚 从菌棒上架开始 到开袋浇水 到注水出谷丁 然后出谋过 每月公司给我三千五百块钱 一年四万多块钱 我也脱离贫困 奔小康了 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 重点不在于增加多少产值 带来多少税收 而是要让产业发展效益 真正落到贫困户身上 近2017年一年 平权市就建设 实用郡浮贫产业园区 125个 产业带动贫困户覆盖率 达90%以上 三菱扶贫模式 不仅有效解决了 贫困户在资金 技术 风险承担能力 等方面的困难 也把贫困户 深度嵌入到 产业发展的链条中 使贫困户 能够参与 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对于企业 也有好处 政府搭建金融平台 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问题 也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 劳动用工问题 企业和贫困户 各取所需 是三菱模式 能够顺利推广的 重要因素 平权市在发展 食用菌产业的过程中 注重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 和生产大户 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培养 截止到2017年 全市市级以上的 食用菌龙头企业 52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1275个 生产大户 3500户 他们在平权 食用菌产业发展中 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这个菌瓣 就是说我们在 采菇的过程中 一定把这菌瓣的 间距要拉开 正常情况下 一个控 就是放6瓣 其实我们的一个空 你看 有的是7瓣 有的是5瓣 还有的是 你看这个就是5瓣 它就非常不均匀 今年31岁的高文秀 是平权市一家市级龙头企业的负责人 大学毕业后 在云南省的一家高新企业上班 5年前回乡创业 种植食用菌 目前年销售香菇 12000多吨 销售额突破1.5亿元 带动5000多户农民 从事香菇种植 据说 在它的香菇生产基地 大棚里的香菇 已经能够做到周年化生产 它是怎么做到 一年四季 都有鲜香菇上市呢 这个棚呢 是目前是在出第二潮菇 这个棚呢 就是我们一个周年化生产的 一个棚室 那么我们这个棚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我们这个前坡 有个很大的一个采光面 然后我们上面 有很厚的一个保温的一些设施 那么就是我们 主要的一个取暖的方式呢 就是利用日光被动取暖 来达到我们棚室升温的一个目的 冬季初孤的话呢 另外一个难点就是 在你能够升温的过程中 如何进行棚里的一些通风和换气 那么我们的棚室这块呢 有两趟那个通风的这些设备 主要就是送一些新鲜空气 为了让这项技术 在广大的种植户中推广应用 高文秀所在的企业 在2015年建立示范园区300亩 并免费推广香菇周年化 生产技术成果 提高了平泉香菇 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截止到2017年 平泉市食用菌产业 覆盖到泉市19个乡镇的150个行政村 在平泉 小蘑菇撑起致富伞 蘑菇棚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 小银行 在平泉市的食用菌交易市场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来这里收购香菇 年交易额超过30亿元 我们这车香菇是走北京的 相对来说 我们每天的香菇销售量 是比较稳定的 一般都是5吨到10吨左右 因为这边的香菇质量 比较挑得好 我们消费者比较认可 这种香我们每天大概发出 4000多香 大概20吨左右 目前平泉市生产的香菇 已经在省内外 10多个营销网点对接运营 产品出口到了美国 韩国 加拿大等国家 通过30多年的发展 从起步到发展再到提升 平泉食用菌已经形成 全产业链的发展态势 不光销售仙谷 还有更多蘑菇 经过加工制作成罐头 饮料等产品 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河北省平泉市的食用菌产业 能作为现域脱贫致富的引擎 除了立足资源优势 更离不开科技支撑 只有坚持不懈地做好科技引领 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共赢 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的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